之前裴洛西访台 俄罗斯也讲话 那现在呢 俄罗斯的这位女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 他爷爷讲话了 他就讲说呢 美国两艘海军舰艇 在8月28号穿越台湾海峡 是新的挑衅的行为 就是要全面的遏制北京 施压破坏这个地区整体的稳定 这显然无助于加强亚太的安全 相反的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和不可预测 此话一出 在后来也看到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对于这样的表态 表示肯定 赖老师 俄国的这个表态很明白 就是他承认接受中国的主张 中国大陆过去主张 这个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美国他就马上要去挑战 中国大陆有关于台湾海峡 不是国际水域的这个主张 所以呢 他强调他的航行自由 所以他在每个月的下旬 一次那有的时候是由南往北 这次是由北往南 过去比较多的频率是由南往北 那这次特别改变 由北往南的方式来巡弋 过去是一艘 偶尔是两艘 但这一次是两艘 旧的很旧 但是呢吨位很重 作战力也不低 的9800吨级左右的 这个导弹巡防舰 那当然跟中国的055低来相比的话 那还是落后了 旧了 因为中国的055是 一万两千吨左右 所以中国的这个055的作战能力 当然比美国的这两艘 这个9800吨级的作战能力强 而且这两艘真的是旧了 因为二三十年了 真的很老了 跟我一样老 然后但是 但是中国大陆的那是新的 很年轻 作战力很强 而且垂直发射器比较多 有一百多个这个连发的 这个导弹作战能力强 所以美国的这个做法 基本上来讲 俄国就直接表态 这是调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 中国所宣布的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俄罗斯已经承认了 俄罗斯会领导 它的GTNN组织 那俄罗斯领导的GTNN组织 看起来步调也会一致 然后中亚的国家 如果越来越多的表态 说接受这个台湾海峡 不是国际水域 那美国一直不断的穿越 台湾海峡 那等于是调性性的行为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 另外一股更多的国际的国家 势力上的国家 就另一股势力 对 另外一股势力 来谴责美国 说你在挑衅两岸之间 破坏区域间的合理 就站在美国对面的 另外一对 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俄斯大很重要 它要确定第二个百年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俄斯大 会把第二个百年的目标 说得很清楚 那个图像会画得很明白 那接着当然 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 五年的经济计划 一定会退出来 那五年经济计划 就会牵涉到很多的投资者 他们的投资的方向 因为大陆的五年经济计划 一出来以后 政府的对于资源的调动 物力 人力 财力的调动 一定会开始扑出来 那这个也可能给大家一个 未来投资的一个方向 您可以评估一下 说哪些产业的潜力比较大 哪些产业的投资的 获利会比较大 您就可以去思考 这个就好像说他们当初 推出一带一路的情况一样 你看现在获利已经开始回来了 那当初推出北斗计划 现在北斗计划的获利 已经很明显的 5G的出来了 人事的班子一定会更换 而且会有大幅度的更换 我仁耐委员长很重要 仁耐委员长是要制定法案 制定法律 所以在过去来讲是栗战书 跟习近平两个老同志 因为他们是革命战友 搭配得很好 那现在谁会接 我觉得汪洋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 另外一个就是李克强 也应该要卸任了 那这个曹春华 不是那个胡春华 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 另外韩正也不能排除 所以韩正到底会是接 人大委员长 或是会是接这个总理 这个部分看起来都有悬念 杨洁篪退休的可能性也存在 王毅接杨洁篪的可能性蛮高的 还有那王毅一接以后 他的位置腾出来是谁来接 如果以王毅的途径来看的话 那涉台事务的主管 再加上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的可能性存在 因为当初王毅接 外交部部长的时候 是先接国台办主任 再接这个外交部部长 那相当有可能 他就接了杨洁篪这么高的位置 刘洁篪他是原来 驻联合国的大使 所以他来接国台办主任 就等于是走王毅的路线 那如果他又接外交部部长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大陆的这个国台办主任 一定要有涉外经验 然后大陆的外交部部长 可能要有两岸经验 这个模型很有可能就会建立起来 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 是不是也很麻烦 刚刚讲到说 大家都在讲选举的语言 那现在呢美国 现在其中选举要到了 那路透甚至也分析说 11月的其中选举 民主党将要大败 而甚至众议院有保守派 都已经着手计划 要针对拜登来弹劾了 我觉得弹劾以前 都是针对川普 现在是说要弄内招 来对付拜登 这不是很讽刺吗 我觉得联合国的人权专业 他去大陆之前 被西方国家抨击得非常的厉害 那么甚至人身攻击得很厉害 然后压力很大 对压力很大 然后他就后来就宣布他辞职 他要辞职 所以他事实上9月1号 就在辞职的前一天发布了这个 那他去了大陆6天了以后呢 又被西方的媒体攻击 还有西方的政客 那各个国家就抨击他 说他没有深入的接触到 这个新疆的具体的情况 那他被骂得一塌糊涂 那所以等于是 他的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 欧美的国家等于是 不承认他的报告 这是欧美的国家态度 结果呢他宣布辞职之后 在他辞职前一天 他就把他的报告就公布了 公布了以后 把大陆臭骂一顿 把大陆臭骂一顿以后 那欧洲欧美的国家 对他的报告就接受了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很怪 就是他还没有发表之前 就说他的报告不确实 他一定是拿了中国的好处 他屈服于中国大陆的什么什么的 然后把他说他的报告不可信 结果他的报告出来以后 把大陆骂一顿 报告都可信 这个很奇怪吧 然后既然没有深入新疆的问题 那他的报告又如何可信呢 这个又是一个罗森门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那他的报告的内容跟谁的很像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郑国恩那个德国的那个 当初指控这个新疆的那个 几乎一样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也涉及 目前像蔡司英也被告嘛 说他的论文涉及抄袭 然后又跟那个林志坚 就是说复制贴上的意思 复制贴上 那有没有可能也是复制贴上 反正跟西方的论调一致的时候 那就漂亮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联合国的人权的组织 或是人权国际的人权 现在被操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干脆把它摆一边了 那摆一边就回到您提到的 这个拜登的问题了 拜登的问题很明显的 就是美国也进入了严重的内斗 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内斗一样 陈水扁明明白白的是贪污 然后马英九根据规定 对他起诉 然后民进党就发动内斗 那马英九现在卸任了 那个民进党就一直告 这个马英九 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川普被告 好 现在换拜登也被告 川普被弹劾 现在拜登也被弹劾 所以美国 两党恶斗 两党恶斗 拿的都是司法工具 所以现在的司法工具 原来是政党的恶斗 在台湾 政党恶斗也很凶 司法工具用的也很凶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